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我要和你们谈一谈 不可以把票投给行动党 只需一个理由 爱和恨都能在行为中反映出来 爱给人带来幸福 恨只会带来毁灭 当行动党提出十个理由 企图说服选民不投国证 而我只需一个理由 告诉大家 千万别把票投给火箭 那就是行动党没有爱 只有恨 外面张愿群曾说 行动党的历史使命是剿灭麻花 但我倒认为 行动党的历史使命 是从政治仇恨中捞取好处 国家独立以来 行动党一再挑破华人仇恨 恨有族 恨政府 恨国家 在当上州政府后 就连行动党支持者 因提出质疑的声音 也被行动党负恨 行动党的政治讲座 哪一场是没有种族仇恨的元素 他们告诉华裔选民 要让马来人来 screw马来人 进去议会里面 screw他们自己的马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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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才是人生最精神的好戏 告诉华裔选民 要利用敦马哈迪来骑马杀鸡 如果你还有一点理智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是否得要让其他族群不好过 我们才会好过呢 我们都是这片国土的人吗 你可以批评政策不公平 为什么得要去 理此口肉的大腕种族情绪 为了夺取中央政权 行动党恨国政政府是可以理解 但国政政府不是每一项政策 都是不对的 当年他们痛骂内安法律 茅草生动 今天他们却拥抱成 骂了三十多年的顿马哈迪时 当年对政府的仇恨 究竟还算什么呢 行动党告诉华裔选民 必须拒绝巫统 仇恨巫统 可是 行动党却拥抱巫统 前任领袖 甚至和现任领袖 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的马来朋友和我分享 华人的恨已经到了分不清国家和政党的地步 以沙巴拿赌事件为例 为什么行动党议员做短片来取消自己国家领土被侵犯 但还获得华人的掌声 你们明白这些军警人员是为了保护国土的完整而牺牲的吗 你们明白这个国家是你们了吗 他讲到激动时 说了一句 军警人员也有家人 你们有想过他们家人感受吗 今天行动党做大了 把华人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的 他们已不在乎华裔 也不理会种族关系的失恋 他们现在只在乎挑白过去反马来人的形象 期待马来海啸的出现 任何质疑他们的声音都一律变成走口 支持者只能支持不许自己 所以一个只会散播仇恨总之 不曾建设的政党 行动党纵然执政 国家也会被仇恨所失灭 民族和谐也会受到考虑 所以不投行动党只需一个理由 因为我们不需要仇恨政治 我们的孩子也不需要手掌 教他们上ABCDGST 我们只应该留下美好的给孩子 这份美好不是仇恨政治可以给予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